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s Wednesday Wesday 拜杀礼拜三 还是听拜杀 美国大选前不确定因素很高 泰国今天竟然 内市上涨了185点 不过BUT压高 量人只有3123亿 还被上头1212家的公司下跌 三大法人卖超37亿 尤其那些无良心的外资 期货空单还高达了3.9万口 那个男人民调后来居上 老师这一定是涨价 我的眼睛有业障 台股准备要被fire掉了 其实台股有句老话 就是别人恐惧我贪婪 当大家都担心那个 那个男人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经历科又涨停了 连续两个交易日 两根涨停 再看看全子股 台积电广达鸿海联发客 富邦亲全面收红 行情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差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差 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 还有帮德鱼准备了一个麻油鸡汤 终于有我的麻油鸡汤 都写好了究竟要如何攻破这个剧本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到操盘策略 幫你培養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Oh yeah 麻油雞湯 麻油雞湯 哇好好吃喔 老師 阿圖麻油雞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不是說那個麻油雞湯是 給你補的嗎 對 給我補的 為什麼是你在吃呢 阿尼有沒有要坐月子 我就幫你吃啊 那你在坐月子嗎 老師 你沒有良心就說嘛 為什麼要欺騙我呢 我幫台穀坐月子啊 好啦 那為什麼今天要幫台穀坐月子 不過說真話 阿圖麻油雞真的好香喔 因為我媽媽都說 月子坐得好 女生的身體就會更好 有人說坐月子坐得好 女人就是第二春 你知道嗎 對 沒錯 男人坐月子坐得好 台穀會不會有第二春 會 絕對會了 其實啊 我們這幾天 大家都非常擔心 那個男人會回歸 那個男人回歸 大家很擔心 結果台穀你看有跌嗎 沒有耶 我知道很多人在恐嚇大家 說那個男人回來了 台穀會先下後上 先下後上 先下後上 結果台穀先下後上了嗎 好像就跌了一天 後來就一直墊高 一直墊高 慢慢墊高 上週五啦 有天下600點 對 之後就一直上 一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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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天一直漲 嗯 漲到 你一開始可能 一開盤聽損了 對 就一直漲 你又不敢進場 很多人都不敢進場 漲到今天大家都不敢進場 所以今天量呢 三千一百二十三億 但你看我們 我們一直跟大家給大家信心 我給大家的滿滿的信心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過去這100年 過去這100年 道瓊股價指數 因為甘乃迪被刺塞 有因為什麼 有了伊拉克入侵 有因為911 911啦 有因為這些恐怖的事件 而崩盤大跌嘛 沒有 那更別提就是一個選舉而已嘛 選舉有那麼可怕嗎 並沒有選舉是金融風暴嗎 不是 不是 什麼叫金融風暴 就是有公司倒閉 有倒債 有新的戰爭 會因為這樣子 會因為星期三過後 就有新的戰爭出來 沒有 有因為星期三過後 台積電倒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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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欸到現在網路上 真的開始有那種 迷音的舞蹈 YMCA 對沒錯 那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 你不能只看單一變相 你一直困在那個星期三 那個事件 你會一直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之後 你不敢進場 你不敢進場 等到真的長起來 你也沒有股票 對不對 那你跑去追高 可能追完之後又短套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一次 不要說多遠啊 我每次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講台積電法作會 啊 還記得那個 那個moment 大家的心情嗎 大漲600點 大家的心情 聽到台積電法作會 大好 超病的財報 當晚台子旗 700多點 那你會不會這樣 一開盤趕快進場去追 再不追就來不及 再不追就 噴上去了 老師我跟妳講 我有個朋友 他開盤前就下單 然後掛台積電 超到今天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樣 我們在週五的時候 就提醒大家了 有沒有 我說什麼 那天 台積電法作會真的很強 但是我說那天的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 開盤大漲就會修正 那台積電我也 我也看好啊 但是我建議大家要幹嘛 回答 回答再買 你要克制你的情緒 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時候 投資股票賺不賺錢 跟基本面 技術面 有的時候沒關係 也許你選的股票是對的喔 就你買的時機是錯的 或你的心理撐不住 你撐不住就賺不到 賺不到 對不對 就是每次等到 噢大漲你才去追 啊等一下你又殺 殺完之後他又漲起來 你真的追高殺低 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都是輸你看我們都給大家最正確的觀念 當你很 很 很嗨 很衝動 很嗨的時候 我 跟你一個人 冷水 但是當你今天 覺得很冷 沒有信息 沒有未來的時候 老師 給你麻油雞 當德魚今天覺得他有麻油雞吃的時候 我馬上就繼續吃給他看 各位朋友 你們也評評理 YT下方留言 好不好 每一次是不是 都只有他有東西吃 我沒有 還說是為了我身材著想 我是為了你著想 我知道 我懂 我是把我的肥肉 讓給 讓出來 給你去用啊 對不對 沒有錯嘛 你體脂肪多少 你講 22吧 你還有22哦 我以為你19耶 18到22 對啊 好啦 再來 我們其實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 星期三那件事情 台股會先震盪再走高 其實我都已經早就先預告了 現在是不是震盪走高 來看一下那一天台積電 台積電 如果你買在相對的高點 是不是法說會玩 哇 開盤一進場買 就追到最高點 你變成 新的大學長 1100點的大學長 然後呢 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跌到 這一顆你可能不小心覺得 哎呦台積電該不會出現修正了吧 回答完完了 把它賣掉吧 把它賣掉 結果它一直漲起來 這兩天都漲起來 我告訴大家 台積電基本面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那你只要從技術面上去看的話 我告訴大家 技術面它已經出現了一個形態 它叫做成新形態 你看旁邊兩個比較高 中間那一根下來 成新形態有很多人都覺得 哎就是要跳下去然後一定要十字線 我告訴大家 它不見得一定要出現十字線 才叫做成新形態 中間那一根是大紅K哦 對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重點是什麼它有跳下去再跳上來 你看一下台積電有沒有跟這個形態一樣 跳下去又跳上來 有 再來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跳下去的這一根 跳下去的這一根要有爆大量 有 有沒有看到台積電跳下去的那一根 來是不是 來這個 這一天 大碟星期四嘛 大碟這一根有沒有爆量 有 有爆量 來這邊大碟之後爆量之後 今天沒量 合理啦 了解什麼為什麼下跌要爆量 代表說底部有很多人經常去做承接 接完之後他就跳上去 就代表沒事情了 了解嗎 那以目前看來 我認為他後續就是在這邊 重蕩在走高的機率就比較大 老師 誠心是好的對不對 誠心是好的 誠心才是壞的 誠心是什麼形態 如果你觀察到 股票一直向上漲 跳上去 爆大量又跳下來 沒量 他很可能就會變成反轉形態 就持續的往下跌 所以 他們都是周星馳的電影 不是 這真的是 有沒有方航鏡啊 我跳進去 跳出來 跳進去 跳出來 誠心還蠻好記得 這觀眾說明就記起來了 真的 反正你就看到跳下去 又跳上來 跳下去的時候要有爆大量 被人家揍 因為被人家揍 所以爆大量 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就像這樣 所以呢 你這樣就記住了 以後大家就會記得 誠心形態是什麼了 跳下去又跳上來 然後呢 跳下去的時候要被人家打 被人家打所以爆大量 這樣記住了沒有 我也會走在路上哦 如果被人家打 我覺得就是你教的 就是我害的 對 好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 既然台積電出現成新形態了 那 台股呢 大盤呢 也是出現成新形態 你不覺得 一定要是十字心不見得 重點是跳下去又跳上來 然後跳下去 那個時候要被人家打 要爆大量 好嘞 所以呢 我認為台股來講呢 這一次的不確定因素 星期三不確定因素 影響我認為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阿川會上 阿川會上 你覺得最受害是 哪個國家 亞洲哪兩個國家你知道嗎 中國跟台灣 就是中國跟台灣啊 他們說台灣要收保護費嘛 對 那中國的部分就是要 我要繼續克你的關稅 把你克到死 克到死你為止 對不對 結果 中國 你會說 阿老師你看 中國管很慘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 我們這是什麼 00637L 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台股的兩倍的ETF 喔一直跌一直跌 我告訴大家 並沒有一直跌 今天應該是漲的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今天 應該是漲的 我們先看一下台股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 加權股價指數出現了一個 誠心形態 那所以呢 我認為整個星期三的 這個不確定因素 慢慢慢慢淡去 但是我們還是要 仔細的想清楚 因為我覺得操作 你要想清楚 就是你的策略 你要知道說 未來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嗯 了解意思嗎 就是沙盤推演很重要 我要幫大家沙盤推演一下 星期三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喔我們有三大劇本喔 會怎麼樣走 我告訴大家 第一個 魔性校生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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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赌盘我告诉大家 也无论坡了啦 这样叫什么黄金交叉吗 两个人焦灼了 叠下来又交叉起来 又交叉起来 那会不会最后三天气势一起来 结果叫小赫就送了 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不见得 好 那再来呢 最有可能的 我们先看几个 几个不可能 就是几个状况嘛 因为只有这三个状况 不可能有别的啦 如果是小赫的话 他会怎样 我认为台股直接喷出挑战新高 喷出挑战新高 因为被压太久了 被保护费压住了 结果你发现 没有这件事情 蹦蹦就起来了 那如果呢 是红的当 那我完了 会震荡走高 我觉得会震荡走高 为什么震荡走高 你知道吗 因为会下跌 不确定因素 会担心 会害怕的人 在上个星期 都已经出掉了 他们出掉以后 就算真的 就是出现了红色当选 红色当选了以后呢 我告诉大家 也不会再跌了 因为没有卖压怎么跌 而且 老师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红色选赢的时候 台股也有跌哦 跌一天 跌一天 就上去了 对一路上去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呢 有很多人说 红色选赢 会先下后上 我认为不会 就是像我们讲的 会大概像我们这边的诚心形态一样 就在那边震荡过后 就走高的几率会比较大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红色 他的那个风格了 你知道吗 那个风格我们也很习惯哦 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 VMC 说到一点 哦 我觉得不像 抱歉 好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红色选赢 就是震荡走高 嗯 真正会先下后上 是选不出来 哎 老师 真的有可能是粉红色吗 哎 是有可能的 就是 有一点争议 然后一直焦灼 一直焦灼 现在就是担心说 真的那个选举人投票 是两边平手 他两边平手的话 就变成 又变成众议院去选 那选出来的话 那大家可能又 又觉得 哎 不公平 怎样去闹 那这样就 是歹系脱棚 那是不是变成 不确定因素 一直下去 我觉得 我觉得金融市场 最怕这种歹系脱棚 所以呢 真的 歹系脱棚的话 就会先下 再上 看你什么时候解决了 才会再上 对 因为 就变成 歹系脱棚 就是到时候 就是还不知道是谁 嘛 市场就好乱 到底是他 到底是他 到底要跳这个 还是要大笑 到底要跳这个 还是大笑 到底要跳这个 还是大笑 老师我挺就蛮好看的 再来一次 了解意思吗 不确定因素 歹系脱棚 就是不确定因素 那不确定因素 这样子下来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会继续往下 因为搞不清楚状况 那我认为这个几率是最低的 很低 不太可能 几率很低 可能只有3% 5% 那先下后上 那最后还是怎样 还是上 还是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星期三前后 绝对还是一个绝佳的进场机会 而且逢低进场机会 可能也不多 你看一下 如果是小赫 直接喷出去 你不进场 你什么都没了 对 穿震荡走高 那你大家要蹭什么 震荡的时候 有低点 就要赶快进场买进 而且说真的 你今天看到很多小型股在跌 说真的 你看全职股真的是没什么跌 你看一下 全职股今天很强 港大也有点类似我讲的 有没有 晨星跳上去又跳上来 一直慢慢涨 红海也是 跳下去又跳上来 红海更像 对不对 更像嘛 再来联发科也 跳下去之后 慢慢震荡走高 而且还爆量 对不对 富邦金 富邦金我跟大家出来讲 因为我在短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之前录的短影片 我都有讲 你如果在这个选前 真的不知道选什么 全职股就给他丢 留下去就对了 全职股逢低就进场 你看一下全职股 是不是几乎都全涨 没错 全涨了 都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广达 鸿海 联发科 连富邦金 我在短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富邦金都有讲 那再来 大家会问说 同样是全职股 藏龙也蛮全职的 而且最近那个什么 中国的那个 集货什么指数 不是往上涨吗 上海集装箱指数 对啊 再往上涨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上海集装箱指数会上涨 我觉得这是短期的 因为现在大家是担心 那个男人上了以后 会对中国提出制裁 那对中国提出制裁的话 现在很多商人 先赶快去中国叫货 叫到美国去 我先买可以吧 我先囤货 我先囤货可以吧 那所以呢 短线上呢 他们上海集装箱指数就 持续的向上涨 带动了货柜轮 就是持续的上涨 那你看这 如果短线的因素 如果消失以后 那他可能会回归原账 那持续的震荡几率 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航运类股呢 如果有反弹 涨不太上去的时候 一样啦 建议大家可以先出一出 那再来呢 我当然知道 大家会比较喜欢 中小型类股 对 因为前置股的话 其实涨它比较慢 你要放比较久 才能赚比较多 而且我可能要花 比较多的钱去买它 对没错 那大家还是比较喜欢 中小型类股 那中小型类股的话 那我们之前 一直跟大家讲 那个CPU嘛 CPU 我不是说他就要马上 反转向下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我只跟大家讲 我不会做这个股票 不会做这个族群 不好做 因为他已经涨很多 我认为上档空间有限 那同样的 我也建议大家 我那时候说 反弹如果涨不上去 你就可以占卖方 我建议占卖方 那当然呢 如果你手上还有 就虚报吧 对不对 因为这种股票 涨起来也是很恐怖 就像连光通 今天涨停哦 又攻一下涨停 光升又攻一下 好像又要创新高 今天涨了5%多哦 那以这样子的状况 看起来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三天原则 三天 三天不涨 我一样建议大家 是涨卖方 那除非三天过后 继续大涨 创历史新高 那你就不要卖 那就是续报 了解意思吗 就好像支撑跟压力一样 支撑线跟压力线 我问大家 压力线 它就一定不会向上突破吗 有可能突破啊 突破就代表趋势要出来 短线有可能会持续向上 所以我建议大家 CPU族群 先观望一下 先不要那么急躁的进场 因为我觉得 这也是比较偏追高 我没有那么喜欢偏追高 因为大家想看 假设他要涨80% 他现在已经涨了60% 你只剩20% 那你只剩20% 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讲 比较高 那获利空间也比较有限 我会比较不喜欢这样的操作 当然如果你喜欢 那当然就是观察这几点 追求刺激 因为你看一下 联光铜是这样 你买到光升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是买到联军呢 今天还是开高走低 收上影线 如果你今天进场去追的话 可能又是小套 那再来呢 联雅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天是有点十字线 对不对 而且他又被关了 他又被关了 那再来 如果说呢 刚刚那些你觉得 老师那些都很强 那你如果不小心买到是上全呢 现在还在相对的低档 还是收了上影线 所以你不知道 你是买到哪一档CPU 因为CPU族群 有的时候他比较乱一点点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进场去做这一些 因为他已经涨比较久了 因为我过去观察经验 其实一个族群再强再强 也大概涨六个月到七个月 其实他们已经涨很久 比如说像 他涨了半年有了 去年 去年底到年初 涨最久的就是重点 重点 对不对 华城 联光通 那当然就续报 如果这几天 他真的有突破历史新高 就是继续续报 没有突破 三天不涨 我当然还是建议你说 战卖方 那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新的 那你会发现 最近其实我们投资 真的没有那么积极 我不像很多老师就是 每天叫 一直叫 或者是就是一直买股票 一直买股票 我最近你会发现 台股在震荡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很少叫股票 对 那你会发现 我们连送资料 送的都很少 你就知道 我上次送资料是这一张吧 对 两个礼拜前了吧 是 很久了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两个礼拜前 跟大家分享 戴以为系统 即使是今天下跌 我们卖掉 也是赚钱吧 对 对不对 这就是我讲的 你要买在低点 震荡高档震荡 你就不用太担心 好了 那除了戴以为 你看一下我们送的资料 我们有带会员进场 买的戴以为之外 还有进轮 进轮你看 你不觉得很强吗 三支涨停 今天收盘价 再收新高 是上涨几% 3.9% 也就是说 我已经赚了三根涨停 他又多涨了3.9% 涨了33% 34% 我们已经快要 往40%迈进了 对 这就是我讲的 强势股 我就是续报 报牢牢 这样才会赚得多 对不对 但我刚不是一直 跟大家分享说 我喜欢买新的 就是渣码 我不要买旧的 就是渣码 因为买新的 尤其是 你如果从底部开始进场 买新的 你上涨的空间 是不是比较多 对 那上涨的空间多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 赚得比较多 是 你赚得比较多 你才有机会达成什么 百万赢家 甚至千万赢家 的目标 比如说你看 金利科 其实我讲很久 很多人觉得 老师金利科好烂哦 跌那么深啊 你看在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 他是强势股吗 不会 你不会觉得 他是强势股 但只有我在讲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在讲金利科 因为我看到的是 未来 中国在那边 持续的刺激经济 那金利科我那时候一直跟大家讲 他跟中科院 中国的科技研究院 他们去发展那个金片 他们一起研发金片 那既然美国会持续制裁中国的话 那中国当然要自立自强 对不对 自立自强的话 那他们就要靠自己 对 研发自己的金片 那金利科都在那边发展 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认为 中国持续的刺激经济 对他们绝对是有利的 所以我当然要逢低这样 进场卡位 进场去做布局 逢低进场去做卡位 你看那个时候 没有人觉得 他会是一档标股 那你再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今天 来 光子看到上星球 是不是就喷一根涨停 对 喷一根涨停之后 你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又再一根涨停 漂亮 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 你看一下我没有带会员进场 有 恭喜会员 这绝对没有办法做假的 买新不买旧 买低不买高 提前逢低进场 提前逢低进场 才是重点 我不太喜欢去做追高 你会发现 也许你追高细光子 CPU的股票 是有赚一点点钱 当然是你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 涨上去大修正 后先又涨起来 你有心脏瘦得了吗 瘦不了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你做股票不需要那么痛苦 你可以逢低买 你逢低买 是不是可以赚更多 你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卖掉 这是上星期五给大家 务必续报持股 坚持下去 坚持 对不对 然后今天 来继续坚持 继续报 要务必续报 又涨停了 连续两个交易日 两根涨停 两根涨停两根 何时风格 好 所以你看这 确实就是有发给会员的 中国持续推出什么 新的刺激政策 都有利于经历科大涨 请务必续报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经历科的话 就回到基本面的部分 大家觉得经历科涨两根涨停 你觉得他基本面好不好 老实说 印象中的经历科 不是很好 我告诉你 不是很好 是烂透了 就是烂到吊渣 烂到吊渣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营收部分 最新最新的营收 你看 营收是持续的增加 还是 怎么越来越低啊 那为什么 你看一下 他为什么越来越低 他的股价为什么越来越高 想象吗 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投资股票有时候 基本面不是最重要的 基本面是其次 不要说其次 是其中一个部分 对 但不是全部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说 你要投资的话 你一定要干什么 看面面巨大 你要总经面 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以总经面来讲 我都看什么 我看有没有钱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想说 基本面好 股价就一定会涨 我坦白告诉你 基本面好 没有人买 我就不相信这档股票会涨啦 因为股票 它回归到最基本 就是有人买 就是个钱的流动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愿意去买它 就好像周杰伦的演唱会票一样 有没有 大家都去抢 对 结果呢 从6000块炒到30万 嗯 没有错吧 就像刘德华 刘德华没得唱 唱完了 他是实名制 抽签 我看到刘德华 我真的觉得太感动了 他很棒耶 一天唱两场 自律圣言 一天唱两场 63岁 下午一场 晚上一场 他中间只休息4个小时 对 你知道吗 我我觉得 我很欣赏这些艺人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很欣赏他们的 努力不放弃 对 对自我的要求 对自我的要求 就是你一天唱两场 他都给他搞定了 就代表说 他平常训练真的很严格 而且他不是这样 站在那边唱哦 他是有跳哦 还要互动哦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把这种心 放到任何地方 我相信大家 一定都可以成功 包含在投资 包含在你的工作 好 那我就把我看到的 都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股票就是要回归 最原始 就是要有人买 他才会涨 那基本面呢 就是吸引人家买的 一个因素 对 吸引人家买 因为我看到你 哇 这张股票 基本面好好 值利率好高 我来买一下 巴菲特来买一下 那大家买一下 是不是就涨起来了 对 了解意思吗 所以基本面是 吸引投资人进场 去买的那个原因 但是市场要有钱 还有人去买吗 对 没有钱 谁买股票 没有人买股票 就不会涨 好 所以重点 我们在看总金面 都是看 有没有钱 钱在哪里 好 有没有钱呢 我告诉大家 最近来看 我们不是常常看布伦特原油 对 布伦特原油 也有没有大涨 你会发现它都不涨 我觉得最近 我真的觉得布伦特原油跌定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最近原油有出现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什么 OPEC加 是要延长减产的时间 哦 延长减产就代表说产量要 一直要往下的几率比较高 对 对不对 它不会增加产量 不会增加产量的话 你觉得原油会向上涨 还是向下跌 哦 向上涨 应该要向上涨 对 但它没什么涨 那就是我老师有教过的利多不涨 利多不涨 再来 还有伊朗说要报复 以色列 战争 战争 战争下来了 你看原油价格 有没有大涨 特涨 暴涨 没有 两个利多原油都不涨 我觉得后续继续往下跌的几率 就是比较高 那原油会继续往下跌的话 就代表原物料都会持续的低迷 原物料持续低迷 通膨受到控制 联准会就会持续的降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11月 降息一码的几率是99.8 所以这一次我告诉大家 不用在凌晨再直播了 我们上次不是 上次直播好受欢迎 凌晨直播有没有 因为上次我觉得上次比较重要 这一次就是降一码 没有什么好闲念的 就是降一码 好 那再来重点是什么 12月他也会再降一码的几率是8成 几率很高 所以这个月会降一码 下个月会降一码 那降买越降越多 就代表说市场资金就是越来越多 那钱越来越多 当然对股市都是有利的啊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星期三的选举 无论是怎么样 股市都是会上涨 最差最差就是先下后上 那我觉得这个几率是最低的 那只有两种走法是几率比较高的 一种就是直接喷出向上 另外一种叫做震荡走高 就是股市上涨定了 重点是怎么走 对没错 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金利科 你看一下金利科为什么会上涨 就是有钱嘛 那现在中国都在持续的刺激经济 那资金当然要买什么 未来 我说过投资股票看的是未来 未来有想象空间的 当然就是金利科 所以今天会涨两根涨停 我们持续续报 因为我们是逢低进场 根本就不用怕 你看一下他基本面我讲过不好 那你再看第三季的获利 他还是赔钱 这就是我讲的 有的时候投资股票 你不要太坚持在基本面 了解意思吗 你是要来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你是要看基本面 你还是想要赚涨停 我想要赚涨停 对没错 你想要赚涨停吧 你看一下金利科 其实基本面不好 是不是照样给你看 两天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这是星期五 上星期五 是不是一根涨停 今天又涨停咯 震荡一下 你可能会买不下手 买不下手 你看我们已经提前进场 就是给他报老 今天是不是又赚一根涨停 对吧 没有错吧 那当然金利科涨停 大家就想到 哇 那中国老师 为什么中国股市那么差 都不会涨 涨不起来 你看一下我们11月1号 就上星期 还在那个区间 怎么一直在这个区间里头 不要怀疑 我告诉大家 已经被时间证明了 市场上有钱就会涨 只是看政府愿不愿意放钱 你看一下我们一直讲 道琼股价指数 08年金融海啸 是不是放钱持续涨 日本股市安倍三件 持续上涨 再来道琼股价指数 我们再看一下 2020年无限QE救市的时候 是不是持续向上涨 早到今天 是不是都证明说 政府只要放钱 就能拉抬股市 那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一直要放钱 一直要放钱 一直放钱 那就是中国 所以你刚刚看到他 股价很差 那只是暂时信心不足 那你再看一下 今天下午的五盘 来上证指数 一路向上飙高 互生300指数 一路向上飙高 深圳指数 来今天直接涨了1.97% 很强 两个percent 这是指数 不是个股 指数快要涨了两个percent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陆股ETF 通通表现不好 实际上表现得好不好 我觉得很好 表现得好 是因为我们收盘了以后 他们继续涨起来 也就说今天 陆股ETF的净值 可能全部都大于市价 了解意思吗 好所以 陆股ETF 比你想象中高 好 重点是 你要买得对 抱得住 你如果买不对 抱不住都赚不到 那当然我也知道了 可是很多 现在旁边上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做 个股 对 那个股的话 有几个方向 我已经帮大家找出来 你看一下 我已经很久没有送资料 我今天就帮大家整理 就代表什么 我准备要星期三前 就毛起来买 大家要跟上 毛起来买 大家想想看 我觉得现在盘面上 三大主流 我不太喜欢 就是之前涨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最重要的 美股 还是台积电 ADR跟辉达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星期五 我们之前讲很久了 辉达要被纳入 道琼的成分股 那辉达被纳入的话 它应该也会带着 台积电一起向上涨 因为辉达晶片 通通都是台积电 所以我认为你还是要去找辉达 还是要去找台积电 相关的类股会比较标 再来我们刚也讲了 全球只有一个国家 在持续刺激它的经济 就是中国 你看一下金利科是不是涨停 所以金利科涨停的话 就代表说中概股 相关股票都值得大家留意 比如说几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 神达 我们都找那种没有涨停的 就是震荡 可能要涨停的 我在考虑 你看一下 神达会做AI伺服器的 它有车用电子 本一比20倍还OK 你看是不是震荡 最近台股在跌 它有跌吗 没有 横盘 是不是相对强势 白达也是一样 它前程说要并购 结果大跌跌下来 其实也就守住了 守住之后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持续观察 因为它既有车用又有机器人 我觉得题材面是比较广的 再来美食 可是很明显 85度C大家都认识 在大陆据点很多 在大陆据点很多 如果说大陆 经济刺激起来了 消费 它消费地道变强 每时就有机会 跟着向上涨 而且你看一下 它航盘整理 好久了 对吧 那你看一下 我都是跟大家讲 还没涨停的股票 尤其是像上次 你记不记得上次的乔山 乔山 我们也是还没涨停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了吧 今天是不是又涨停了 对吧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万件创新 其实我是跟大家讲说 你要做好准备 月子做得好 你就会赚更多 第二春 你的第二春就会来了 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 如果你错过像我们的进轮 又错过我们经历 两根涨停 我们进轮是三根涨停 现在还在创新高 乔山也涨停 没赚到怎么办 没赚到怎么办 欢迎大家可以跟上 星期三前后的 调节 低阶 获利 做好准备 下一波林家 绝对就是你 上周台股碰到了 康瑞台风 这个礼拜 又来一个银杏台风 怎么办呢 赶快做好 防台准备 11月5号 万箭穿新 但是做好准备 我就不怕 一条节 二低阶 三开心获利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赶快加入 跟着接听老师 做好防台准备计划 我们准备迎接获利 成为百万赢家 小老鼠GD1788 赶快加起来 笑什么笑 麻辣鸡都吃完了 笑不笑 银杏台风 冲车会被记忆力不好 就跑掉了 我不知道 我们拜拜 明天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